我要讲的是几个Deep Learning的Tips 其实这一段本来是要在CNN之前讲的 在CNN那一段里面我们留下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在CNN里面有Max Pooling这样的架构 但是这个Max Pooling这样的架构显然不能为分 你把它放在一个内卧里面 你在做GradientDesign再为分它的时候 你到底是怎么处理的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刚才看到的L1的Regulation 但是我们还没有解释它是什么样的东西 这个我们都会在这份投影片里面的解释 本来是要先讲这份投影片才讲CNN的 但是因为为了要讲作业三的关系 所以就先讲了CNN 你讲完这一段投影片以后之前的一些问题就可以被解决 那首先这边最重要的一个观念是Deep Learning的Recipe 如果你在训练一个Deep Learning的Network的时候 你在做Deep Learning的时候 它的流程应该是什么样子 那我们都知道说Deep Learning是三个step Define Function 然后定义 Define你的Function Set Define你的Network的Structure 然后决定你的Loss Function 接下来你就可以用Wade and Descent去做Optimization 做完这些事情以后 你会得到一个Neural Network 得到一个认好Neural Network 那接下来你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呢 接下来你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呢 其实你要第一件要检查的事情是 这个Neural Network 在你的Training Set上 有没有得到好的结果 不是Testing Set 你要先检查这个Neural Network 在Training Set上 有没有得到好的结果 如果没有的话 你就回头去看看说 在这三个step里面 是不是哪边出了问题 你可以做什么样的修改 让你在Training Set上 能够得到好的结果 那这边 先检查Training Set的Performance 其实是一个Deep Learning 非常unique的地方 如果你想想看其他的方法 比如说你今天如果是用的是 虽然这些方法我们还没有讲过 但你或多或少都知道 比如说 K-Nearest Neighbor 或者是Decision Tree 就像K-Nearest Neighbor 或Decision Tree这种方法 你做完以后 你其实不太会想要检查 你Training Set的结果 因为在Training Set上Performance 正确率就是100 你做完Decision Tree 做完K-Nearest Neighbor 你得到正确率就是100 OK 没有什么好检查的 所以有人说 这个Deep Learning 看这个Model 里面这么多参数 感觉一点很容易overfit的样子 我跟你讲这个Deep Learning 方法它才不容易overfitting 我们说的overfitting 就是在Training Set上Performance很好 在Testing Set上Performance 没有那么好 像K-Nearest Neighbor Decision Tree 他们一做下去 在Testing Set上正确率都是100 在Training Set上正确率都是100 那个才是非常容易overfitting 而对Deep Learning来说 overfitting 往往不是说Deep Learning 没有overfitting的问题 而是说 在Deep Learning里面 overfitting不是你会第一个遇到的问题 你第一个会遇到的问题是 你在Training的时候 它并不是像K-Nearest Neighbor 这种方法一样 你一Train 就可以得到非常好的正确率了 它有可能在Training Set上 根本没有办法给你一个好的正确率 OK 所以这个时候 你要回头去检查说 在前面的Step里面 你要做什么样的修改 好让你在Training Set上 可以得到好的正确率 OK 那假设现在呢 幸运的是你已经 在Training Set上得到好的Performance了 你要用Deep Learning 在Training Set上得到什么 100%的正确率 其实没那么容易的 但可能在Ending上得到一个什么 99.8%的正确率了 好 接下来呢 你就把你的Network apply到Testing Set上 Testing Set上Performance 才是我们最后真正关心的Performance 好 那你现在把你的结果呢 apply到Testing Set上 你看 在Testing Set上Performance怎么样呢 如果现在得到的结果是No的话 那就是Overfitting 这个情况才是Overfitting 你在Training Set上得到好的结果 但是在Testing Set上得到的是不好的结果 这个时候呢 这个情况呢 才叫做Overfitting 那你要回头过去做某一些事情 然后试着去解决Overfitting这个Problem 但有时候你加了新的Technique 去想要Overfitting这个Problem的时候 你其实反而会让Testing Set上的结果变坏了 所以你在做这一步的修改以后 你要先回头去检查说 Testing Set上的结果是怎么样 如果Testing Set上的结果变坏了的话 你要从头呢 去再重新对你的Network的Testing的Process呢 做一些调整 那如果你同时在Testing Set 还有你手上的Testing Set 都得到好的结果的话 最后你就可以把你的系统呢 用在真正的Application上面 你就成功了 那这边有一个重点就是 不要看到所有不好的Performance 就说是Overfitting 举例来说 这个是文件上的图 但我在现实生活中 也常常看到这样子的状况 在Testing Data上面 这个是Testing Data的结果 横坐标呢 是Model 参数Update的次数 就你做Radient Descent的时候呢 你Update几次参数 重坐标呢 是Error Rate 所以越低越好 那如果我们现在比较一个 20层的Neural Network 它是黄线 这个跟56层的Neural Network 它是红线 那你会发现说 这个56层的Network 它的Error Rate比较高 它Performance比较差 20层的Network 它的Performance是比较好的 那有些人看到这个图呢 就会马上得到一个结论说 所以啊 56层太多啦 参数太多啦 56层果然没有必要 这个是Overfitting 但是真的是这样子吗 你在说 现在得到的结果是Overfitting之前 你要先检查一下 你在Trending Set上的结果 对某些方法来说 你不用检查这件事 比如说K-Neural Neighbor 或者是Decision Tree 你不用检查这件事 但是对Neural Network来说 你是需要检查这件事情的 为什么呢 因为有可能 你在Trending Set上得到的结果 是这个样子 是这个样子 横轴一样是参数Update的次数 重轴呢是Error Rate 如果我们比较 20层的Neural Network 跟56层的Neural Network的话 你会发现说 在Trending Set上 20层的Neural Network 它的Performance 本来就比56层好 在Trending Set上 56层的Neural Network 它的Performance呢 是比较差的 是比较差的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你想想看 你在做Neural Network Trending 的时候 有太多太多的问题 可以让你的Trending 的结果是不好的 比如说我们有 Local Minima的问题 有Settle Point的问题 有Plateau的问题 有种种的问题 所以有可能这个 56层的Neural Network 它一Trend的时候 它其实就卡在一个 Local Minima的地方 所以它得到了一个 差的参数 所以这个并不是Overfitting 是在Trending 的时候呢 就没有Trend好 那有人会说 这个叫做Underfitting 我觉得这个可能 不叫做Underfitting 但这只是名词定义的问题 所以你要怎么说都行 但是在我的心理里面 Underfitting的意思是说 这个Model的Capacity 这个Model的参数不够多 所以它的能力 不足以解除这个问题 但对这个56层Neural Network 来说 虽然它得到 比较差的Performance 但假如这个56层的Neural 它其实是在 这26层的Neural 后面再堆 另外36层的Neural 那它的参数 其实是比20层的Neural 还多的 理论上 20层的Neural 可以做到的事情 56层的Neural 一定可以做到 你前面已经有那20层 前面那20层 你就做跟20层 Neural一样的事情 后面36层就啥事都不干 都是Identity 就好了 你明明可以做到 跟20层一样的事情 你为什么做不到呢 但是因为有很多问题 就是让你没有办法 让你没有办法做到 所以这个56层的Neural 它比20层差 并不是因为它能力不够 它只要前20层都跟它一样 后面都是Identity 明明就可以跟20层一样好 但它却没有得到这样的结果 所以它能力是够的 所以我觉得这不是Underfeiting 它这个就是没有劝好 我还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名词 我还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名词 专门指称这个问题就是了 所以它其实就是像小字的喷火龙一样 它等级是够的 但它就不想要打 所以在Deep Learning的文献上 如果当你读到一个方法的时候 你永远要想一下说 这个方法它是要解什么样的问题 就是因为在Deep Learning里面 有两个问题 一个是Trending Set上的Performance不好 一个是Testing Set上的Performance不好 所以一个方法Purpose的时候 它往往就是针对这两个问题的 其中一个来做处理 举例来说 你等一下可能会听到一个方法 叫做Drabout Drabout 可能大家都或多或少都知道 它是一个很有Deep Learning特色 很潮的一个方法 但是很多人就会说 哦 我这么潮的方法 所以我今天只要看到Performance不好 我就Apply Drabout 但是你就要仔细想一下 Drabout 是什么时候用的 Drabout 是你在Testing的结果不好的时候 你才会Apply Drabout 你在TestingData结果好的时候 你是不会Apply Drabout的 就是说 Drabout 是你在Testing结果不好的时候 才Apply Drabout 如果你今天的问题 是你Trending的结果不好 你Apply Drabout 你只会越劝越差了 所以不同的方法 对峙什么样不同的症状 你是必须要在心里想清楚的 好 那我们这边呢 就休息十分钟 等一下再继续讲 谢谢 好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来上课吧 来上课吧 好 那所以等一下呢 我们刚才讲说 这个在Deep Learning的Recipe里面 在Trend Deep Learning的时候 有两个问题 所以等一下呢 我们就是要 这两个问题呢 分开来讨论 看看在 当你遇到这两个问题的时候呢 有什么样解决的方法 好 那首先呢 如果你今天在Trending的结果上 不好的时候 你可能可以看看说 是不是你在做Network 架构的设计的时候 是不是设计得不好 举例来说 你可能用的Activation Function 是比较不好的Activation Function 是对Trending 比较不利的Activation Function 你可能会换一些新的Activation Function 它们可以给你比较好的结果 那我们知道说 在1980年代的时候 比较常用的Activation Function 是一个SIGMO function 那我们之前呢 有试着稍微Reason一下 为什么要用SIGMO function 好 那今天如果我们用的是SIGMO function的时候 在过去 其实你会发现说 Deeper并不一定imply better 这个呢 是在Enix上面的结果 在手写数字辨识上的结果 当你Layer越来越多的时候呢 你的Accuracy呢 一开始持平后来就掉下去了 在你的Layer是9乘10乘的时候 整个结果都崩溃了 那有人看到这个图 就会觉得说 嗯 9乘10乘参数太多了 Overfitting 这个不是Overfitting 为什么呢 首先呢 我们说你要检查说 你现在performance不好 是不是来自于Overfitting 你要看你training set的结果嘛 对不对 那这个线 是training set的结果 所以 这不是Overfitting 这个是在training的时候呢 就吹坏掉了 不幸的话 我们实际来用Keras实作一下 好 一个原因是这样子 一个原因是 这个原因叫做vanishing的gradient 这个原因是这样 当你把Network叠得很深的时候呢 在Input的几个Layer 在最靠近Input的地方呢 你的这个gradient呢 你的这些参数 对最后的loss function的微分 会是很小的 而在比较靠近output的地方呢 它的微分值呢 会是很大的 因此 当你设定同样的learning rate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 靠近Input的地方 它参数的update是很慢 靠近output的地方 它参数update是比较快的 所以你会发现说呢 在Input还是几乎random的时候 output就已经converged了 在Input这些layer 在InputLayer 在靠近Input的地方 这些参数 它还是random的时候 output的地方 就已经根据这些random的结果呢 找到了一个local minima 然后呢 它就converged了 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说 你这个参数的 这个loss的下降的速度呢 变得很慢 你就觉得说 卡在local minima什么之类的 然后就伤心的把程式停掉了 这样子 这个时候你得到的结果是很差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converged 是几乎背上random的参数 它几乎背上random的output 然后去converged 所以你得到的结果呢 是很差的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发生呢 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发生呢 如果你看 如果你自己把back propagation的式子写出来的话 你可以很轻易的发现说 用sigmore function 会导致这件事情的发生 但是我们今天不看back propagation的式子 我们其实从直觉上来想 你也可以了解说 为什么这件事情发生 怎么用直觉来想 一个参数的gradient的值 应该是多少呢 我们知道说 某一个参数w 对totalcostc的这个偏为分啊 意思就是说 它的直觉的意思就是说 当我今天把某个参数做小小的变化的时候 它对这个cost的影响是怎么样 了解吧 就是我们可以把一个参数做小小的变化 然后观察它对cost的影响 以此来决定说 这个参数 它的gradient的值呢 有多大 好了 所以怎么做呢 我们就把第一个 第一个layer里面的某一个参数 加上deltaw 看看呢 对这个network的output 和它的target之间的这个loss呢 有什么样的影响 那你会发现说呢 如果我今天这个deltaw很大 通过sigmore function的时候 这个output呢 是会变小的 也就是说 改变了某一个参数的位置 对某一个neuron的output的值会有影响 但是这个影响呢 是会衰减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假设你用的是sigmore function 我知道sigmore function的形状呢 就长这样 那sigmore function 它会把负穷大到正无穷大之间的值 都印压到0到1之间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如果你有很大的input的变化 通过sigmore function以后 它output的变化会是很小的 所以今天你就算这个deltaw有很大的变化 造成sigmore function的input有很大的变化 对sigmore function来说 它的output的变化是会衰减的 而每通过一次sigmore function 变化呢就衰减一次 所以当你的neuron越深 它的衰减的次数就越多 直到最后 它对output的影响是非常小的 也就是说你在input的地方 赶一下你的参数 对output的地方 它最后output的变化 其实是很小的 因此最后对cost的影响呢 也很小 因此就造成说 在靠近input的那些位置 它对这个radient的值呢 是小的 好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有人就说 好有人原来比较早年的做法 是strain那个restrictive Boltzmann machine 做这个layer-wise的pretraining 也就是说你先认好第一个layer 就因为我们现在说 如果你把所有的这个内卧兜起来 那你做back propagation的时候 第一个layer你几乎没有办法被调到 所以用RBN做pretraining的时候 它的精神就是 我先把第一个layer train好 再training第二个 再training第三个 最后你在做back propagation的时候 虽然说第一个layer几乎没有被train到 那无所谓 那无所谓 一开始在pretraining的时候 就已经把它pretraining好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RBN做pretraining可能有用的原因 那后来有人说 其实改后有人发现说 其实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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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这个 Hinton跟Vangel都几乎在旁边的时间不约而同提出同样的想法 改一下activation function 可能就可以 handle这个问题了 所以现在比较常用的activation function 叫做reactified linear unit 它的缩写是RLU 或者常常有人叫它relu 那这个activation function它长这样子 这个z呢是activation function的input a呢是activation function的output 如果今天activation function的input大于0的时候 input等于output 如果activation function的input小于0的时候 output就是0 那选择这样的activation function有什么好处呢 那有以下几个理由 一个理由是它比较快 跟sigmoid function比起来 它的运算是快很多了 因为sigmoid function里面还有exponential 那个是很慢的 那如果你是用这个方法的话 它是快得多的 那如果你看这个 我记得是Vangel写的原始的paper的话呢 里面会告诉你说 这个activation function的想法 其实是有一些生物上的理由的 那它把这个 这样的activation 跟一些在生物上的观点 结合在一起 那Hintel有说过说 IALU这样的activation function 其实等同于是 无穷多的sigmoid function 叠加的结果 无穷多的sigmoid function 它们的bias都不一样 叠加的结果 会变成IALU的activation function 但它最重要的理由是 它可以handle vanishing gradient的这个问题 它怎么handle vanishing gradient这个问题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一个IALU的这个 neural network 这是一个IALU的neural network 它里面的每一个activation function 都是IALU的activation function 那我们知道说 IALU的activation function 它作用在两个不同的region 一个region是 就是当activation function的input 大于0的时候 input等于output 另外一个region是 activation function的input 小于0 所以output就是0 所以现在每一个IALU的activation function 它作用在两个不同的region 一个region是 每一个activation function的 一个可能是activation function的output 就是0 另外一个可能是 activation function的input 就等于output 当input等于output 的时候 其实这个activation function 就是linear的 就是linear的 那对那些output是0的neuron 它其实对整个network 是一点影响都没有的啊 它output是0嘛 所以它根本就不会影响 最后output的值 所以假如有一个neuron 它的output是0的话 你根本可以把它 从network里面整个拿掉 把它从network里面整个拿掉 那当你把这些output是0的network拿掉 剩下的neuron 又都是input等于output 都是linear的时候 你整个network 不就是一个很瘦长的 linear的network吗 你整个network 其实是变成是一个linear的network 那这个时候 我们刚才说 我们的那个gradient会递减 是因为通过activation 是因为通过sigmoid function的关系 sigmoid function 会把比较大的input 变成比较小的output 但是如果你是linear的话 input等于output 你就不会有那个activation function 递减的问题了 讲到这边 有没有人有问题呢 讲到这边 我有一个问题 现在如果我用rilu的时候 整个network都变成linear的啊 可是我们要的不是一个linear的network啊 我们之所以用deep learning 就是因为我们不想要我们的function是linear 我们希望它是一个nonlinear 比较复杂的function 所以我们用deep learning 当我们用rilu的时候 它不是变成一个linear的function了吗 这样不会有问题吗 这样不是变得很弱吗 其实是这样子 这整个network呢 它整体来说 它还是nonlinear的 大家听得懂吗 它在当你的每一个neuron做operation 当每一个neuron 它operation的region是一样的时候 它是linear的 但是 也就是说 如果你对input 只做小小的改变 不改变neuron的operation的region 它是一个linear的function 但是如果你对input 做比较大的改变 你改变了neuron的operation的region的话 它就变成是nonlinear的 这样大家可以接受吗 那有另外一个问题 这个也是我常常被问到的问题 这个不能微分啊 是不能微分 那你不觉得很苦恼吗 这个act 我们之前说 我们做propagation 做gradient descent的时候 你需要对你的loss function 可以做微分 意思就是说 你要对你的neuron network 是可以做微分 你的neuron network 是这样可微的function 这个relu不可微啊 至少在这个点是不可微的 那怎么办呢 即使实作上 你就这个样子 当你的region 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gradient 微分就是1 region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微分就是0 反正不可能真的 input正好是0 所以就不要管它 急得速这样 那我们来真的实际试一下 如果我们把activation function 换成relu的时候 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 比如说 我们就这样子 把sigmoid 换成relu 好 把sigmoid 换成relu 那我刚才看到用sigmoid的时候 tending和testing的accuracy都很差 我们就简单的把它换成relu 我们觉得说呢 如果是relu的时候 如果是原来的relu 它在input小于0的时候 off会是0 这个时候微分是0 你就没有办法update你的参数了 所以我们应该让在input小于0的时候 off还是有一点点的值 比如说input小于0的时候 off是input乘上0.01 好这个东西呢 叫做力体的relu 那这个时候有人就会问说 为什么是0.01呢 为什么不是0.078之类的呢 所以就有人提出了parametric的relu 就是每个neuron都可以有不同的alpha的值 那但是又会有人问说 为什么一定要是relu这个样子呢 可不可以是别的样子 所以后来又有一个更进阶的想法 叫做maxout network 那在maxout network里面呢 你就是让你的network 去自动学它的activation function 那因为现在activation function 是自动学出来的 而relu 所以relu就只是maxout network的一个special case 就maxout network 它可以学出relu 叫activation function 但是它也可以是其他的activation function 用training data来决定说 现在activation function 应该要长什么样子 好,maxout network长什么样子呢 假如现在有input 是一个two dimension的vector x1,x2 然后呢 我们就把x1,x2 乘上不同的weight 变成一个value 然后在乘上不同的weight得到7 在乘上不同的weight得到3 在乘上不同的weight得到1 在乘上不同的weight得到1 那本来这些值呢 应该要通过activation function 不管是sigmore function 还是iou 得到另外一个value 但是 现在在maxout network里面 现在在maxout network里面呢 我们做的事情是这样子 你把这些value group起来 把这些value group起来 哪些value应该被group起来 这件事情是事先决定的 OK,比如说现在 这两个value是一组 这两个value是一组 那你在同的组里面 选一个值最大的当作output 比如这个组就选7 这个组就选1 那这件事情呢 其实就跟maxpooling一模一样 对不对 只是我们现在不是在image上 做maxpooling 我们是在一个layer上面 做maxpooling 我们把layer里面的 本来要放到neuron里面的 这个activation function 我们本来要把它 要放到neuron里的 activation function的 这个input的值 能group起来 然后呢 只选max的当作output 然后就不用activation function了 就不加activation function了 得到值是7跟1 那你可以想说 这个东西呢 就是一个neuron 只是它的output 是一个vector 而不是一个值 好,那接下来这个7跟1呢 又乘上不同的weight 又得到另外一排不同的值 然后呢 你一样呢 把它们做grouping 然后呢 你一样呢 从每个group里面 选最大的值 比如说1跟2就选2 4跟3呢 就选4 那其实呢 在实作上 你几个element 要不要放在同个group里面 这件事情 是你可以自己决定的 它就跟network structure一样 是一个你需要调的参数 所以你可以不是 两个element放一组 你可以是3个啊 4个啊 5个啊 都可以 这个是你自己决定的 好 那 我们现在先说呢 maxout network 它是有办法做到 跟iLu一模一样的事情 它可以模仿 iLu这个activation function 怎么做呢 我们知道说 假设我们这边 有一个iLu的neuron 它的input呢 就一个value x 那你会把x乘上 这个neuron的weight w 再加上biosb得到z 然后通过activation function iLu得到a 所以现在如果我们看x跟a之间的关系 是怎么样子呢 假设x是横轴 那这个x是横轴 假设y轴是这个z的话 它就是这个wx加b 而z跟x之间的关系呢 是linear的 是linear的 是这个样子 那如果你选a呢 但如果a呢 a跟z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因为 现在通过的是iLu的activation function 所以如果你今天的z的值 大过0的时候 a等于z z的值小于0的时候 a就是0 所以 a跟x的关系是这个样子 在这个地方 a等于z 在这个地方 a等于0 所以 如果我们今天用iLu的activation function 和input和output x和a之间的关系 是长这个样子 如果我们今天用mixout network 可以用mixout network 你把w乘上weight w 你把input x乘上weight w加上bias 得到z1 你再把x乘上另外一组weight 加上另外一个bias 得到z2 那我今天假设说 这个另外一个weight 跟另外一个bias 就都是0 所以z2得于0 然后呢 你做这个mixputting 你就可以选z1 z2其中一个比较大的呢 当做a 所以现在呢 如果我们看z1跟x之间的关系 我们得到的是蓝色的这条线 如果我们看x跟z2之间的关系 我们得到的是水平这条线 因为z2总是0嘛 z2总是0 那如果z2前面接的weight 都是0 z2总是0 所以它是红色的这条线 那我们现在做的是mixout 我们是在z1 z2里面 选一个大的当做output a 所以如果今天x是在这个region的时候 你的a就会等于z1是这个region 如果今天x是在这个region的时候 你的a就会等于比较大的那个z2 所以它会是这个region 那今天你只要这个w跟这个b 等于这个w跟这个b 你就可以让这个iLu的input output的关系 等于这个mixout network的input和output的关系 所以由此可知就是iLu是mixout network 可以做得到的事情 只要它设定出正确的这个参数 但是mixout network 它也可以做出更多的不同的observation function 比如说现在如果这两个weight不是0 而是w'b' 那会怎样呢 你就得到蓝色这一条线z1 跟红色这一条线z2 因为w'b'是不一样的值 所以它可能是另外一条斜直线 长得是这样子 那接下来你做max pooling的时候 你会在z1 z2里面选一个大的 所以在这个范围内 你选了z1 在这个范围内你选了z2 所以你就得到了一个不一样的activation function 而这个activation function长什么样子 是由内容的参数 điều W,B,W,Py,B,Py决定的 所以这个activation function 它是一个learnable的activation function 它是一个可以根据data 去driven出来的activation function 而每一个neuron,根据它不同的weight 它可以有不同的activation function 那RELU是这样子 它可以做出 任何的 piecewise linear convex的activation function 如果看一下它的性质 又不难理解这件事情 至于这个piecewise linear convex的function里面有多少个piece 就决定于你现在把 多少个element放在一个group 假如说两个element一个group 那你可以有长这样子的activation function 就是RELU 你可以有一个activation function 它的作用就是取绝对值 那假设你是三个element一个group 你可以有长这样子的activation function 你也可以有长这样子的activation function 等等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面对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这个东西怎么train 这个东西怎么train 这里有个max啊 它不能微分啊 这个东西怎么train呢 这个做法是这样子的 假设现在这个z1跟 假设这边这两个值呢 比较大的是上面这个值 我们现在把这个group里面比较大的值呢 用框框框起来 用框框框起来 OK 那比较大的值 这个值 就会等于这个max operation的output嘛 就会等于max operation的output 所以 这个值等于这个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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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max operation 其实 在这边就是一个linear的operation 就是linear 就是linear 只是 它会选择 在前面这个group里面的 它只接给前面这个group里面的 某一个element OK 也就是说呢 也就是说 其实呢 那这些没有被接到的element 它就 它就没用啦 它就不会影响内容的output啦 所以就可以把它拿掉 也可以把它拿掉 所以 其实 当我们在做max out的时候 当你给它一个input的时候 你其实也是得到一个 比较细长的linear的network 所以你在train的时候 其实你train的就是 这个比较细长的linear network里面的参数 你就是去train这些 连到这一个element的这些参数 连到这个element的这些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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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假设我给你一个这样的linear的network 你当然是知道它怎么train的 就用backplicationtrain就好 你知道它是怎么train的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会有一个问题 那 那没被train到的人怎么办呢 如果某一个element 它不是最大的值 那它连接的那些weight 不就不会被train到了吗 你做backplication的时候 你只会train 在这个图上的 比较深颜色的这些实现 你不会train到这个weight 那这个weight 不就没被train到了吗 怎么办呢 怎么办 这看起来表面上是一个问题 但实作上它不是一个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 当你input不同的 当你给它不同的input的时候 你得到这些z的值是不一样的 你给它不同的input的时候 max的值是不一样的 所以 每一次你给它不同的input的时候 这个network的structure都是不一样的 而因为我们有很多很多 都比train in data 而network的structure不断的变换 所以最后每一个weight 在实际上都会被train到 就是这样 max out就是这么做的 max out network就是这么做的 所以如果我们回到max booting max booting跟max out 是一模一样的operation 就只是换一个说法而已 对不对 所以你会trainmax out 你就会trainmax booting 就是一模一样的做法 讲到这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好没有啊 好那 另外一个我们要讲的是这个 adaptive的learning rate 那其实adaptive的learning rate 我们之前已经有讲过了 我们之前有讲过这个adagrant 我们之前有讲过adagrant 那我们说adagrant呢 它的做法就是 我们现在每一个parameter 都要有不同的learning rate 而这个learning rate 是怎么给它这种adaptive的learning rate呢 我就把一个固定的learning rate eta 除掉呢 这一个参数 过去所有gradient的值的平方和开根号 把这项除以平方和开根号 就得到新的parameter 那这个adagrant它的精神就是说 如果我们今天考虑两个参数 w1跟w2 如果w1是在这个方向上 如果w1在这个方向上 它平常gradient都比较小 对哦 它是比较平坦的 所以给它比较大的learning rate 反过来说 在这个方向上 平常gradient都是比较大的 所以它是比较陡峭的 所以给它比较小的learning rate 好 但是实际上呢 我们面对的问题 我们面对的问题 有可能是比较大量的问题 更加复杂的 也就是说 我们之前在做什么logistics 在做什么这个这个这个 linear regression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的这个optimization的 function 我们的loss function 是这样 complex的形状 但实际上当我们在做 deep learning的时候 这个loss function 它可以是任何形状 你知道吗 它可以是任何形状 比如说它可以是这样 怪异的一个月形的形状 那当如果今天你的这个 aerror surface 是这个形状的时候 那你会遇到的问题是 在就算是同一个方向上 你的learning rate 也必须要能够快速的变动 就我们刚才在跟convex function的时候 在每个方向上 你这个方向很平坦 就一直很平坦 这个方向很陡峭 就一直很陡峭 但是如果今天在更复杂的问题的时候 有可能你考虑w1改变的这个方向 在某个区域 它很平坦 所以它需要比较小的learning rate 但是到了另外一个区域 它又突然变得很陡峭 这个时候需要比较大的learning rate 所以真正要解决deep learning的 真正要处理deep learning的问题 用adagrand 可能是不够的 你需要更dynamic的调整 这个learning rate的方法 所以这边有一个adagrand的进阶版 叫rnsprop 那rnsprop 我觉得是一个蛮神奇的方法 就是你好像找不到它的paper 因为这个是在Hinton的那个 MOOC的course里面 它提出来 它在它的线上课程里面提出一个方法 大家要cite一件的时候 要cite线上课程的youtube的连结 而且这招还真的有用 这个rnsprop是这样做的 它是这样 我们现在呢 我们把这个learning rate 固定的learning rate 除掉一个值 我们称之为sigma OK 那这个sigma是什么呢 在第一个时间点 这个sigma 就是你第一次算出来的gradient的值 g0 OK 好 那在第二个时间点呢 在第二个时间点 你算出另外一个新的gradient g1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你的sigma值 新的sigma值 sigma1呢 就是原来的sigma的值的平方乘上α 再加上新的g的值 g1的平方 再乘上1解的α 而这个α的值呢 是你可以自由去调的 也就是我们原来在做 或许我们在看下一个例 我们现在有一个 在下一个时间点 我们要算出g2 我们得到sigma2 sigma2怎么算的呢 它是把原来的sigma1 取平方乘上α 再加上1-α 乘上g2的平方 再开根号 得到这个sigma2 那跟原来的阿达鬼 不一样的地方是 原来的阿达鬼 你在这边分母放的值 就是把g0 g1 g2 都取平方和开根号 但是 在 在这边的时候 在rns-pop里面 这个sigma1 它里面包含了g0 跟g1 那这边也包含了g2 所以它根号里面 也同样包含了g0 g1 g2 就跟阿达鬼一样 但是你现在可以 给它乘上位的α 或者是1-α 所以你可以调整说 我比较倾向 你可以调整这个α的值 这个α值 也是像任利瑞尔 这个你要手动设的值 你可以去调这个α值 让它说 如果你把这个α值 设的小一点 那意思就是说 你倾向于相信 新的gradient 所告诉你的 这一个aerosurface的 平滑或陡峭的程度 就倾向于相信 新的gradient 而比较无视于 旧的gradient 所提供给你的information 我想大家应该可以 了解这个结果 所以在第一个时间点 你算出来的sigma 就是把sigma t-1的平方 乘上α 加上1-α 乘上在第一个时间点 算出来的gradient的平方 所以 当你做RnsPub的时候 你一样是在算 gradient的rumin square 但是 你可以给 现在你新看到的gradient 比较大的位 给过去看到的gradient 比较小的位 好 那除了learning rate的问题以外 我们知道说 在做deep learning的时候 大家都会说 我们会卡在local minima 那我之前也有讲过 说我们不见得是 卡在local minima 你有可能卡在sigma 甚至呢 你有可能卡在shedle point 你有可能卡在shedle point 然后大家听到这个问题 都非常的担心 觉得说 哇 这个最可见 做deep learning 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你可能胡乱做一下 就有一大堆的问题 那其实呢 亚拉克恩他在07年的时候 有一个蛮 他在 他有一个蛮特别的说法 他在07年的时候 就讲过这件事情 他说 你不用太担心local minima的问题 我不知道这件事情 有多 确切 我没有verify过 但你可以 如果你有什么verify的结果的话 记得跟我分享 那亚拉克恩说法 他是这样说 他说 其实呢 在这个aerosurface上 没有太多local minima 所以你不用太担心 为什么呢 他说 你要是一个local minima 你在每一个dimension 都必须要是这样子的形状 对不对 都要是一个这个山谷的谷底 每一个dimension 都要是山谷的谷底 我们假设这个山谷的谷底 出现的几率是p 在每个位出现的几率是p 那因为我们的内容 有非常非常多的参数 所以假设有一千个参数 你每一个参数到 是山谷的谷底 那几率就是p的一千字法 你的内容越大 参数越多 这个出现的几率就越低 所以呢 local minima 在一个很大的neural内容里面 其实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多 一个很大的neural内容 它看起来其实是 其实搞不好是很平滑的 根本没有太多local minima 所以当你走走走 走到一个 你觉得是local minima的地方卡住的时候 它八成就是global minima 或者是很接近global minima 给大家参考 好 如果你有什么特别的想法 再告诉我 好 那 有一个 purestic的方法 可以稍微处理一下 我们上述说的 我们刚才 我们讲的这个local minima 还有plateau的问题 这个方法呢 你可以说是从真实的世界 得到了一些灵感 我们知道在真实的世界里面 如果这个呢 是一个 这个地形 这个山坡 你把一个球呢 从左向上角丢下来 滚下来 然后它滚滚滚 它滚到plateau的地方呢 它不会停下来啊 因为有惯性嘛 所以它还会继续往前走 它就算是走到这个上坡的地方 然后这个坡没有很陡 因为惯性的关系 它搞不好走走走 还是可以翻过这个山坡 最后它就可以走到 比这个local minima 还要好的地方 那所以我们 要做的事情就是 把这个 惯性这个特性呢 塞到gradient descent里面去 那这件事情呢 就叫做 momentum 叫momentum 这个东西怎么做呢 我们先很快的 秒复习一下 一般的gradient descent 而一般的gradient descent 是怎么做的呢 我们是这样做的 好 这个是选一个初始的值 然后呢 计算一下它的gradient gradient 说是这个方向 那我们就走 gradient的反方向呢 乘上一个learning rate eta 得到sata1 再算gradient 再走一个新的方向 再算gradient 再走一个新的方向 再算gradient 所以一直得到gradient 等于0的时候 或者是很趋近于0的时候 我们就停止 当我们加上momentum的时候 我们是怎么做的呢 当我们加上momentum的时候 我们每一次移动的方向 不再是只有考虑gradient OK 而是呢 而是这个我们现在的gradient 加上在前一个时间点移动的方向 这样听起来 这样听起来可能很抽象 所以我们实际的来看一下它是怎么运作的 一样呢 选一个初始值sata0 一样选一个初始值sata0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用一个值 叫做V呢 去记录我们在前一个时间点移动的方向 OK V记录我们前一个时间点移动的方向 那因为现在是初始值 之前没有移动过 所以前一个时间点移动的方向是0 好 接下来计算在sata0的地方的gradient 现在算出现在sata0的地方gradient 现在算出来是红色这个箭头 然后呢 我们现在要移动的方向 并不是红色箭头告诉我们的方向 而是前一个时间点的movementV0 再加上negative的gradient 然后我们得到现在要移动的方向V1 所以你知道这个就好像是惯性一样 如果我们之前走的方向是V0 那今天有一个新的规定 并不会让你现在参数update的方向完全转向 它会改变你的方向 但是因为有惯性的关系 所以原来走的方向呢 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OK 那我们或许看下一个例子会比较清楚 好 我们现在在上个时间点移动的方向呢 是V1 OK 那接下来呢 再计算以下规点 就是红色的线头 红色的线头 那接下来要决定说 在第二个时间点 我们要走的方向呢 是什么样 第二个时间点要走的方向 是过去的走的方向V1 减掉呢 learning rate乘上规点 如果我们看这个图上的话 规点告诉我们说 要走这个方向 就是 负的ETA 乘上规点 是这个方向 但是前面的Movement 是绿色的箭头 它是这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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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会把这个Movement 乘上一个浪塔 这个浪塔其实也是一个 就是跟learning rate 是个要首要条的参数 它告诉你说 这个 现在这个惯性这件事情 影响力有多大 浪塔大的话 惯性的影响力就大 浪塔小 惯性的影响力就小 总之 惯性告诉我们走这边 规点告诉我们走这边 这两个合起来呢 就走了一个新的方向 就是这边 这个呢 就是V2 所以以此类推 新的规点告诉我们走这边 惯性告诉我们 新的规点告诉我们走 红色这个曲线的方向 惯性告诉我们走 蓝色绿色曲线的方向 合起来最后就是走蓝色的方向 然后update参数以后 规点告诉我们走 红色曲线的方向 惯性告诉我们走 绿色曲线的方向 合起来就是走蓝色的方向 那你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呢 来理解这件事情 其实呢 VI 你在每一个时间点移动的movement 在第1个时间点移动的 这个 移动的这个步伐VI呢 移动的这个 移动的这个量呢 方向的VI呢 其实就是 过去所有算出来的 规点的总和 的总和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知道V0 等于0 V1呢 V1在这边 V1是浪达成V0 可以减掉ε乘上在 在θ0的规点 而V0等于0 所以V1等于 这个 负的ε乘上规点 所以是这个样子 那V2呢 V2呢 V2 你把V2 乘以在θ1的规点 得到结果就是这样 得到的结果就是 你把θ0的地方规点 减掉浪达乘以ε 再减掉ε乘以在θ1的规点 可以 你得到V2 所以V2里面 同时有V 在θ0的时候 算出来的规点 同时也有θ1的地方 算出来的规点 只是这两个规点 它的 这个weight是不一样 如果你让它 你都设小于0的值的话呢 越之前的规点 它的weight 就越小 越之前的规点 你就越不去理它 你越在意现在的规点 但是你过去的规点 也会对你现在要update的方向 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力 这个呢 就是momentum 如果你看数学是不太喜欢的话 那我们就从直觉上来看一下 到底加入momentum以后 是怎么运作的 再加入momentum以后呢 每一次移动的方向呢 是negative的gradient 加上这个momentum 建议我们要走的方向 这个momentum 其实就是上一个时间点的movement 所以现在呢 假设我们有一个 假设我们参数呢 初始的参数是在这个位置 那gradient建议我们呢 往右走 所以最后呢 就往右移动 那如果说线之后 移到这个位置 gradient呢 建议我们 往右走 而momentum呢 也会建议我们往右走 因为我们是从 左边这边移过来的嘛 所以前一个步伐 我们是向右的 所以 如果你考虑momentum的时候呢 我们也会向右 所以你把gradient跟 gradient建议我们走的方向 和momentum建议我们走的方向 合起来 你就得到这个蓝色的箭头 所以会继续向右 如果我们今天走到 这个local minima的地方 走到local minima的地方 gradient是0 所以gradient会告诉你说 就停在这里吧 但是momentum会告诉你说 之前是从右边走过来的 所以你仍然应该要 继续往右走 也就是绿色的箭头的方向 所以最后 你参数update的方向 仍然会继续向右 甚至你可以乐观的期待说 如果今天 太往右的时候 走到这个地方 gradient要求我们 向左走 而现在是左边 是如果你算微分的话呢 如果考虑gradient的话呢 参数应该 往左移动了 但是momentum 建议我们 继续向右走 因为你是从左边过来的 你是从左向右过来的 所以momentum 建议你继续向右走 如果今天momentum 其实比较强的话 你最后呢 就会 还是向右走 所以你有一定的可能性 你可以 你有可能 你可以跳出 local minima 如果这个local minima 不深的话 你有可能 藉由这个 惯性的力量呢 就跳出local minima 然后走到 比较好的local minima 比较低的local minima 如果你今天把 rns prop 加上momentum 的话 其实你就得到 adden 现在如果 你没有什么prefer 的话 你就先选adden 那我发现在作业二里面 其实还蛮多人 implement adden 太强了 太强了 你都自己implement adden 我想这个你都应该都很熟 好像也没什么特别好讲的 这样 你转的这个看 你可能看这个alien 哇 感觉好像有点复杂 但是 好多人都有implement 这个东西 其实adden 就是rns prop 加上momentum 这两个东西 综合起来 就是adden 我们非常非常快的来看一下 它的这个式子 你看 在这个式子里面 要一开始先出十一个东西 叫做andling andling 就是momentum 就是前一个时间点的movement 那它这边有另外一个词 叫做 这个v0 v0 就是我们刚才在rns prop 里面看到的那个sigma ok 这个东西就是之前的gradient 的这个rumin square 的 之前算出来的gradient的平方和 就是v0 好了你看 它先算一下gradient 就是gt 然后根据gt呢 根据gt 你就可以算出新的mt 也就是现在呢 要走的方向 现在要走的方向是考虑 过去要走的方向 再加上gradient 然后接下来呢 算一下呢 要放在分母的地方的vt 这个vt 是过去前一个时间点的vt 加上gradient的平方 等一下要开根号 这边呢 它做了一个 这个 原来rns prop 跟momentum 里面没有的东西 叫做 这个bias correction 它会把mt 跟vt 都除上一个值 都除上一个值 那这个值呢 本来比较大 然后后来呢 这个值 这个值呢 本来比较小 然后来呢 会 越来越绝境 所以为什么要这么做 那个paper里面呢 会告诉你它的理由 然后最后呢 你在update的时候 你把 momentum 建议你的方向 anti-head 去除掉rns prop 去除掉 去乘上learning rate alpha 再除掉rns prop 建议你 就是rns prop normalize以后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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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learning rate 然后最后呢 得到你update的方向 这个就是adden 那我猜 你或许没有听得太懂 不过没有关系 因为在torkit里面 其实都只是打个指令而已 我们就在这边先休息十分钟 好 等一下再继续 谢谢 我们来上课吧 我们现在 刚才讲的 都是说 如果你今天你的 在training data上的结果 不好的话 怎么办 那等一下我要讲的呢 是 如果今天你已经在training data上 得到够好的结果 但是 你在testing data上的结果 仍然不好 那你有什么可行的方法 那以下会很快的介绍 三个方法 一个是early stopping regalization 跟dropout early stopping 跟regalization 是很pivocal的做法 它们不是specific design for deep learning的 这是传统很typical的做法 那dropout 呢 是一个还蛮有deep learning 特色的做法 所以在讲deep learning 的时候我们需要讲一下 我们来讲一下 early stopping early stopping 什么意思呢 我们知道说 随着你的training 你的total loss 如果你今天的learning rate 调得对的话 你的total loss 通常会越来越小 有可能你learning rate 没有设好 loss变大也是可能的 那理想上 learning rate 调得很好的话 那你在training set上 的loss 应该是逐渐变小的 但是因为我们知道说 training set 跟testing set 它们的distribution 并不完全一样 所以有可能 当你的training 的loss 逐渐减小的时候 你的testing data的 loss 却反而上升了 这是有可能的 所以理想上 假如你知道 testing data 的loss的变化 你应该停在 不是training set的loss 最小 而是testing set 的loss最小的地方 你在train的时候 你不要一直train下去 你可能train到 这个地方的时候 就停下来了 但是实际上 我们不知道 testing set 你根本不知道 你testing set的error 是什么 所以我们其实 会用validation set 来verify 这件事情 所以有个地方 或许我需要稍微 讲得清楚一点 这边的testing set 并不是指 真正的testing set 它指的是 你有label data 那些testing set 比如说 如果你今天是在做作业的时候 这边的testing set 可能指的是 carbo上的public set 或者是 你自己切出来的validation set 希望大家可以知道我的意思 这个只是名字用的不同而已 但是你不会知道真正的testing set的变化 所以其实我们会切一个validation set 来verify说 什么时候 用validation set 模拟testing set 看说什么时候 这个validation set的loss最小的时候 你的training就停下来了 那其实在carbo里面 就可以支援你做这件事 所以你就自己看一下documentation 好那regulization 好那regulization是什么呢 我们重新定义了 我们要去minimize的那个loss function OK 我们原来呢 有一个loss function 我们原来要minimize的loss function 是define在你的training data上的 比如说minimize square arrow 或minimize cross entropy 那在做regulization的时候呢 我们会加另外一个regulization的turn 那这个regulization的turn呢 这个regulization的turn呢 比如说它可以是你的参数的l2norm 什么意思呢 就假设我们现在我们的参数seta里面呢 它是一组参数 W1 W2等等一大堆的参数 那这个seta的l2norm呢 就是你把这个 你的model里面的每一个参数呢 都许平方 然后加起来 就是这个seta2 那因为我们现在用l2norm呢 来做regulization 所以这件事呢 称之为l2的regulization 那我们之前有讲过说 在做regulization的时候呢 一般我们是不会考虑bias这一项 OK 因为我们之前有讲过说 加regulization的目的 是为了要让我们的function更平滑 而bias这件事情 跟function的平滑程度通常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通常我们在算regulization的时候 不会把bias考虑进来 好 那如果我们把l2的regulization放在这边 我们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呢 如果说微分的话 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呢 如果我们把这个新的objective function 我们把新的这个loss function 也就是lπ等于l 加上parameter的qnorm做gradient的话呢 我们会得到呢 lπ对某一个参数w偏为分 等于l对某一个参数w偏为分 加上浪达乘上某一个参数 对吧 因为这一项是所有参数的平方和 所以把这一项对某一个参数w做偏为分 你得到的结果呢就是w ok 所以呢 你现在update参数的式子会变成这样 本来我们update参数的式子 是把原来的参数 减掉eta乘上w 对这个loss function的偏为分 就得到新的参数 那现在这个loss function呢 这个lπ呢 这个partialw分之partiallπ 你可以换成这个样子 那你把这一项塞到这个地方 你把这一项塞到这个地方 然后你会发现说呢 这边有出现原来的参数 这边也有出现原来的参数 所以你可以把这几项呢整理在一起 就变成这样 你把这一项提出来 变成1-eta乘上w 再减掉呢 这个参数 你的参数呢 对原来的loss function的规点 那所以如果根据这个式 你就会发现说 其实在update我们参数的时候 每一次在update之前 你就把参数先乘个 1-eta乘上w 也就是每次呢 你在update你的参数之前 通常你这边的 这个eta就是你的learning rate 它是一个很小的值 那这个lanta呢 你通常也会设一个很小的值 比如说0.001之类的 所以eta乘上w 就是一个很小的值 1-eta乘上w 通常是一个接近1的值 比如说0.99 所以今天如果你看这个update的式子的话 如果我们不管原来的这个新的loss方圈怎么写的 你只看这个update式子的话 等于你在update你的参数的时候 你做的事情是 每次update参数之前 不分青红照盘就先乘了0.99 也就是说你每次都会让你的参数 越来越接近0 不一定是越来越小 因为如果今天w是负的 w是负的 比如说负的乘上0.99 它就变大了 它就接近0 对不对 所以今天呢 每一个参数 在update之前 都除外乘上一个小于0的值 所以它每次都越来越靠近0 越来越靠近0 那有人就会想说 越来越靠近0 那最后不就通通变0吗 这很崩溃啊 听起来就不make sense 那不会最后所有的参数都变0 为什么 因为你还有后面这一项啊 没有后面这一项 每一次update 参数越来越小 最后就通通变0 但是问题就是 后面还有这个 从微分那边得到这一项 那这一项 会跟前面这一项 最后取得平衡 所以并不会最后所有的参数呢 都变成0 那因为如果我们使用 这个L2的regulization的时候 我们每次都会让wait呢 小一点小一点小一点 所以这一招呢 叫做wait decay 那其实是这样子啊 在deep learning里面 regulization虽然有帮助 但是它的重要性啊 跟其他方法 比如说SPM比起来 并没有那么高 就regulization的帮助 往往没有那么显著 那我觉得一个可能的原因是 如果你看前面的early stopping OK 我们可以决定说 什么时候training 应该要被停下来 因为我们现在在做 这个neural network的时候 通常初始参数的时候 我们都是从一个很小的值 接近0的值呢 开始初始参数 因为初始的时候 都是给它一个很小的 接近0的值 那你在做update的时候 通常就是这样参数 第一0越来越远 越来越远 而做regulization这件事情 它要达到的目的就是 希望我们参数不要离0太远 那让我们参数不要离0太远 加上regulization所造成的效果 跟减少update次数 所造成的效果 其实可能是很像的 你今天做early stopping 减少update次数 其实也会避免你的参数 离那些接近0的值太远 那跟regulization做的事情 可能是很接近的 所以在neural network里面 regulization虽然也有方式 但是没有那么重要 没有重要到 比如说你看像SVN 它是explicitly 把regulization这件事情 写在它的objective function里面的 对不对 因为在做SVN的时候 它其实是要解一个 convex optimization的 problem 所以实际上 它解的时候 不一定会有 那个iteration的过程 它是一步就解出 那个最好的结果了 所以不像Deep learning里面 它有early stopping这件事 SVN里面没有early stopping这件事 你一步就走到结果了 所以你没有办法 用early stopping这件事 防止它离零太远 所以你必须要把regulization 就是explicitly夹到你的loss function里面去 那如果我们看L1的regulization 有人就会问说 为什么一定要平方 有没有用别的 你当然可以用别的 比如说你可以做L1的regulization 你可以把你的regulization 换成你的参数的1None 也就是换成你参数里面 换成你的这个参数的集合里面 每一个参数的绝对值的合 所以如果我们把 这个这一项换掉的话 如果我们把这一项 从2None 换成1None的话 会得到什么事呢 你的第一个问题可能就是 绝对值不能微分啊 不能微分啊 好 给一个最简单的回答就是 这个东西implement drive for Keras 但是后面都没有问题 所以显然是可以微分的 实际的回答是这个样子 这个东西它是取决类值 对不对 取决类值input和output的关系 不就是长这个样子吗 不就是一个V的形状吗 然后在V的一边 微分值是1 在另外一边微分值是-1 不能微的地方 其实只有在0的地方而已 对不对 就不要管它这样子 就真的出现真的走到0 真的出现0的时候 你就胡乱给它一个值 就给它0就好了 这样子 好 那这个所以说 如果你把这一项 对W做微分的时候 你得到的结果是怎么样呢 如果你今天W是正的 那微分出来就是正1 W是负数 微分出来就是-1 所以我们这边写了一个 W的sine function W的sine function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W是正数的话 这个方向output就是正1 W是负数的话 这个方向output就是-1 好 那如果我们把这一项 塞到参数update式子里面 会得到什么结果呢 就变成这样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展开来 就变成这样 那这个式子告诉我们什么 这个式子告诉我们说 我们现在每次在update参数的时候 我们就不管三次一二十一都一定要去减一个 A打成浪打再乘一个W的sine 也就是说今天如果 W是正的 W是正的 这一项就是正1 所以就变成是减一个positive的值 就会让你的参数变小 如果W是负的 这一项是负1 那就变成是加一个值 就会让你的参数变大 也就是说 只要你的参数是正的 就减掉一些 只要你的参数是负的 就加上一些 那不管那个参数原来的值是多少 所以如果你把这个L1跟L2做一下比较的话 你会发现说 他们同样是让参数变小 但是他们做的事情是略有不同的 因为如果你用L1的时候 每次都减掉一个固定的值 你用L2的时候 你是每一次都乘上一个小于1固定的值 所以如果今天W是一个很正的值的话 比如说它是100万 那你乘上一个0.99 你其实是把W减掉很大的值 但是对L1来说 它每次减掉的值都是固定的 不管W是100万还是0.1 它减掉的值都是固定的 所以对L1来说 对L2来说 只要W有出现很大的值 它的很大的W 它下降很快 它很快就会变得很小 在learning的发生中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L1的话 那就不一样 如果W有很大的值 它的下降的速度跟其他很小的W是一样 所以透过L1的training以后 你有可能认出来的model里面 还是有一些很大很大的值 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很小的值的话 对L2来说很小的值 它的接近0的值 比如0.1啊0.11啊 它的下降的速度就很慢 所以在L里面呢 它会保留很多training 结果它会保留很多接近0的值 但L1它每次都下降固定的value 所以在L1里面呢 它不会保留很多很小的值 所以如果你用L1做training的时候 你得到的结果就是会比较spot 所以比较spot的意思是说 你认出来的参数里面 有很多接近0的值 但是也有很大的值 不像如果是L2的话 你认出来的结果 你的值是平均的都比较小 所以它们认出来的结果是 略有差异的 那我们刚才 什么时候 我们刚才在讲CN的时候 有讲过L1 就是要产生一个image的时候 有产生L1 那在刚才那个epesq里面呢 L1是比较适合的 因为我想要看到很spot的结果 我有试过用L2 但是结果呢 就没有L1看起来的图那么明显 虽然L1看起来的图也没有很明显 但L1看起来的结果 是还比较像是一个digit 好那这边就胡乱讲一个东西 就是Way Decay 我们在人脑里面也会做Way Decay 对不对 这个是从我记得龙腾的生物课本上的这个图 这个是刚出生的时候 婴儿的神经是这样 六岁的时候有很多很多的神经 但是呢到14岁的时候 神经间的连结又减少了 所以 Neural Network也会跟人很类似的事情 就如果有一些wait 你都没有去update它 那它每次都会越来越小 最后就接近零 就不见了 这跟人脑运作的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好那最后我们要讲一下Drop-Out 那我们先讲Drop-Out是怎么做的 然后才讲为什么这样做 Drop-Out是怎么做的呢 它是这样 在training的时候 每一次我们要update参数之前 我们都对每一个neuron 其实也包括input的地方 input的这个input layer里面的每一个element 也算是一个neuron 我们对network里面的每个neuron 做sampling 那这个sampling是要决定说 这个neuron要不要被丢掉 每一个neuron有p%的几率呢 会被丢掉 那如果一个neuron被sample到要丢掉的时候 那你知道这个neuron被丢掉了 所以跟它相连的weight 也失去作用 也都被丢掉 所以就变这样 所以做完这个sample以后 你的network的structure就变瘦了 变得比较细长 然后呢 你再去train这个比较细长的network 而要注意一下就是 这一个sampling 是每一次update参数之前都要做一次 所以每一次update参数的时候 你拿来training的那个network structure 是不一样的 每一次你都要重新做一次sample 所以你每一次在做重新sample的时候 你得到的这个结果呢 会是不一样的 那testing的时候呢 其实这边呢 当你使用在training的时候 使用dropout的时候 你的performance是会变差的 了解我的意思吗 就是因为本来如果你不要抓暴的话 本来好好的做不要抓暴的话 比如在endless上 你大概可以把正确率做个100% 但是如果你这样抓暴的时候 因为你的神经元在training的时候 有时候莫名其妙就会不见 所以你在training的时候 performance是会变差的 比如说本来可以training到100% 它就会变成 只能到98% 因为有一些neuron不见了嘛 所以当你加了抓暴的时候 你在training上会看到结果变差 但抓暴它真的要做的事情是 它就是要让你的training的结果变差 但testing的结果是会变好的 也就是如果你今天 你遇到的问题 是你training做的不够好 再加抓暴你就是越做越差 那在testing的时候怎么做呢 在testing的时候要注意两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testing的时候 不做抓暴 testing的时候就是所有的neuron 都要用不做抓暴 另外一个地方是 在testing的时候 假设你的抓暴 rate 在training的时候抓暴 rate 是p% 那在testing的时候 所有weight 都要成1-p% 也就是说 假如先说 现在抓暴 rate是50% 那我们在training的时候 认出来的weight 等于1 那testing的时候 你要把那个weight 设0.5 这有没有很奇怪 我看很多人都 就是看起来都皱眉头 这样子 这个步骤非常的神妙 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想出来的 真的 如果评工想出这样的方法 真的是非常神妙 那你自己在implement抓暴 rate的时候 过去 在还没有那么多testing的时候 常常有人说 拿来给我看个程式 说我做抓暴 rate 都没有进步啊 老师你看看怎么办 然后我看都觉得 你忘了除这个0.5 难怪没有进步 不过现在testing 都会自动让你除0.5 所以就不用再担心这些事情了 好 那 为什么抓暴 rate有用 直觉的想法是这样子 training的时候 你会抓到一些neurons 就好像是说 你要练轻功的时候 你会在脚上绑一些重物 然后你实际上战斗的时候 实际上testing的时候 是没有抓到的 所以实际上testing的时候 你就把重物拿下来 所以就会变得很强 这个是小李 他平常都绑一个重物 只有在 我记得是要贯彻自己的忍道 才能拿下来 虽然说最后还是打苏果艾罗就是了 另外一个直觉理由是这样子 一个neuron network里面的每一个neuron 就是一个学生 大家被连结在一起 就是大家ting up 要做final project 你知道说 在一个团队里面 总是有人会摆烂 就是他是会抓到的 所以假设 你觉得说你的队友 其实是会摆烂的 所以这个时候 你就会想要好好做 但实际上 你就想要去carry他 但实际上 最后在testing的时候 大家都有好好做 没有人需要被carry 因为每个人都做得更努力 所以结果是更好 所以在testing的时候 不用抓包 那另外一个要解释的就是 直觉H要解释的是 为什么要drop out rate50的时候 就要乘0.5 为什么training跟testing用的weight 是不一样的呢 照理说training用 training用什么weight 就要用在testing上 你就要training跟testing的时候 居然用的是不同的weight 为什么这样呢 直觉理由是这样 假设现在drop out rate是50% 那在training的时候 你总是会 你总是 你的期望总是会 丢掉一半的neuron 对不对 对每一个neuron来说 总是期望说 它有一半的neuron 是不见得 是没有input的 所以你现在如果 认好一组weight的时候 假设你在这个情况下 认好一组weight 但是在testing的时候 testing的时候 是没有drop out的 所以对同一组weight来说 假如你在这边用这组weight 得到z 跟这边用这组weight 得到z 他们得到的值 其实是会差两倍的 对不对 因为在这个情况下 你总是会 有一半的input不见 在这个情况下 你所有的input都会在 而如果你用同样一组weight 的话 变成z 就是z的两倍了 这样变成training 跟testing不match 你performance反而会变差 所以怎么办 把所有weight 都乘0.5 乘0.5以后 做一下这个 做一下这个normalization 把所有weight都乘0.5 这样变成z 就会等于z 所以就是这么回事 把这个weight做了一个 乘三个值以后 反而会让training 跟testing 是比较match的 这个是比较直观上的结果 如果你要更正式讲的话 其实drop out有很多理由 这个东西还是一个可以探讨的问题 可以在文献上找到很多 从不同的观点来解释 为什么drop out会walk 那我觉得我比较能够接受的是 drop out是一种终极的ensemble的方法 什么是ensemble的方法呢 ensemble的方法在比赛的时候常用 ensemble的方法意思是说 我们有一个很大的training set ok 那你每次从training set里面 只sample一部分的data出来 只sample一部分的data出来 你记得我们在讲 那个bias跟variance的trade up的时候 我们不是有讲过说 这个打把有两种状况 一种是你的bias很大 所以你打不准 一种是你的variance很大 所以你打不准 如果你今天有一个很复杂的model 很笨重很大的model的时候 它往往是bias准 但variance很大 但是如果你这个笨重model有很多个 虽然它variance很大 最后平均起来 结果就很准 对不对 所以今天ensemble做的事情 其实就是要利用这个特性 ok 我们train很多个model 我们train很多个model 我们把原来的training data里面 sample出很多subset 然后train很多个model 那每个model 你可以甚至是structure不一样 然后虽然说每一个model 它们可能variance很大 但是如果它们都是很复杂的model的时候 平均起来 这个bias就很小 ok 所以你真正在testing的时候 你train了一把model 然后在testing的时候 丢一笔training data进来 它通过所有的model 得到一大堆的结果 再把这些结果平均起来 当做你最后的结果 那如果你的model很复杂的话 这一招往往有用 像random forest 也是实践这个方法的 也是实践这个精神的一个方法 如果你用一个decision tree 它都很弱 胡乱做到overfitting 但是如果你用random forest 它就没有那么容易overfitting 那为什么说dropout是一个终极的ensemble的方法呢 我们知道在做dropout的时候 我们每次sample一个minipand 我们每次要update参数的时候 你拿一个minibatch出来 要update参数的时候 你都会做一次sample 所以你拿第一个minibatch的时候 你train的network长这个样子 你拿第二个minibatch的时候 你train的network可能长这样 你拿第三个长这样 你拿第四个长这样 所以在做dropout的时候 你等于是一个终极的ensemble的方式 你是在train 就假设你有m个neuron 每个neuron可以drop或不drop 所以你可能的neuron的数目 有2的m次方个 当你在做dropout的时候 你等于就是在train 这2的m次方个network 你每一次呢 都只用一个minibatch的data 去train一个network 你用这个minibatch里面的data 一个minibatch可能就有100笔data 你用这些data去train这个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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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用这些data去train这些network 那总共有2个m次方个可能的network 当然因为你 最后update的次数是有限的 你可能没有办法把2个m次方个network 每一个都train一遍 但是你可能就train了 好多好多的network 你有做几次update产品 就train几个network 但是每个network 就只用一个batch来train 那每个network 用一个batch来train 因为你可能会让人觉得很不安 一个batch才100笔data 整个train一整个network 那没有关系 因为这些不同的network 之间的参数是share的 也就是说 这一个network的这个参数 就是这个network的这个参数 就是它的这个参数 就是它的这个参数 这四个参数其实是同个参数 所以虽然说一个network的structure 它只有一个batchtrain 但是一个weight 它可能用好多的batch来train 比如说这个weight 它在这四个batch里面 在这四个batch做dropout的时候 都没有把这个weight丢掉 那这个weight 它就是拿这四个batch 合起来train的结果 所以当你做dropout的时候 你就是train了一大把的network structure 理论上呢 每一次update参数的时候 你都train了一个network出来 那testing的时候呢 按照ensemble这个方法 逻辑应该就是 你把那一大把的network 通通都拿出来 然后呢 你把你的testing data 丢到那一把network里面去 每一个network 都给你train的结果 然后把所有结果平均起来 是最终的结果 但是 在实作上 你没办法这么做 因为这一把network实在太多了 这一把的network实在太多了 你没有办法把它通通都拿出来 每一个都丢一个input进去 看它output是什么 最后再平均起来 运算量太大 然后所以 dropout最神奇的地方是 它告诉你说 当你把一个完整的network 不做dropout 然后但是把它的weight 乘上1-p% 然后你把 这一个东西 把你的training data 丢进去 然后得到它的output的时候 神奇的就是 这个ensemble的结果 跟这一个 把weight乘上1-p%的结果 是可以apposimate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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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可能会想说 何以见得呢 我们来举一个例子 来举一个例子 我们train一个很简单的network 它就只有一个neuron 它的activation function是linear的 OK 我们这边就 不管不考虑bias OK 我们这边有 一个neuron 然后它的input呢 是x1-x2 然后x1-x2 分别乘上 经过training以后 ok 经过dropout training以后 你认出来的位置 是w1-w2 所以它的output呢 就是w1-x1 加上w-x2 这个neuron 没有 这个neuron 没有activation function 或activation function 是linear的 好 如果我们今天 要做ensemble的话 theoretically 应该就是这么做 对不对 每一个neuron 对 我们做dropout的时候 你不会dropoutput的neuron 你只会drophidden layer 跟input的neuron 好 那这边每一个input 它可以被drop 或不被drop 对不对 所以我们总共有四种structure 一个是通通没被drop 一个是dropx1 一个dropx2 一个是x1-x2 都drop的掉 最后得到的output呢 这个network 假设你inputx1-x2 这个network给我们的 就是w1-x1-wx2 同样的input 但是x1被drop掉 你得到w2-x2 这边给我们w1-x1 这边给我们output是0 OK 然后我们要做ensemble 所以你要把这四个network 它的output 通通都average 通通都average 那average 起来的结果 是不是就是 这边有四个值嘛 然后w1-x1出现两次 w2-x2出现两次 所以你得到的结果是 1 2 1 x1 加1 2 2 x2 对不对 那如果我们现在做的事情 是把这两个wait 都乘二分之一 OK 把w1乘二分之一 w2乘二分之一 同样input x1-x2 那得到的output呢 也一样是 2分之一w1-x1 2分之一w2-x2 OK 所以 这边想要呈现的是说 在这个最简单的case里面 ensemble这件事情 就不同的network structure 做ensemble这件事情 跟我们把wait multiply一个值 而不做ensemble 所得到output 其实是一样 那你可能会说 呃 这个例子这么简单 在这个例子上 会walk 我想也是很直觉 大概小学生都知道说 这个是equivalent 但是 在 比如说假设这边是sigmoid function 或者是它是很多个layer 它会walk 结论就是 就是不会equivalent 就是不会equivalent 只有是linear的network ensemble才会等于multiply一个way 左边的右边要相等的前提是 你的network是linear的 但是 network不是linear的 所以它们其实不equivalent 所以这个就是 Dropout 最后一个很神奇的地方 虽然不equivalent 但最后结果还是walk 这样 所以 根据这个结论 有人推出一个 有人有一个想法是说 既然 Dropout在linear的时候 linear的network上 ensemble才会等于乘一个wait 那所以今天如果我的network 很接近linear的话 应该Dropout performance 会比较好 比如说 什么时候network 会比较接近linear 比如说你用IALU 比如说你用maxout network 它们是很接近linear 它们是相对于sigmoid 它们是比较接近linear的 所以 Dropout确实在用IALU 还有sigmoid 或者是maxout network的时候 它的performance 是确实有比较好的 如果你去看那个 maxout network的 那个paper的话 它里面也有point这一点 它的maxout network 跟Dropout 加起来的禁锢量 是比sigmoid方面 还要大的 那这个是 作者相当自豪的一点 好 这边我要讲的 其实 就是 就是 就是这样啦 其实我们还有十分钟 所以 所以 我们下车的 我们下车的